欢迎大家收看科技新报的网络直播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黄燕 那在我旁边的是教大工业工程学系的博士 他现在是托普产业研究院的顾问 好 白博士你好 今天要跟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话题 是工业4.0 大家想到工业4.0 可能我们政府机构都希望 藉由智慧制造来带动产业升级 然后推动保一保二的GDP成长率 但是我们一般人想到的智慧制造可能是无人化工厂 那这样子我就想请问一下白老师 就是所谓无人化工厂 我们一般想到的就是机器代劳人类的工作 那这样子我们人类扮演的角色会是什么 工作机会是不是真的会被剥夺吗 还是说无人化工厂会带来我们更多更多的就业机会 是的 那无人工厂其实就是一种工厂的转型 那工厂转型人也要跟着转型 所以人在工厂的角色已经不是过去的 纯粹是这个operator 那他会转型成为一个智慧机器的操作者 或者是说直接教导机器怎么去作业 甚至就是在规划设计的部分 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提升一些制造的附加价值 也能够才能够脱离这个低薪的一个低迷的一个状况 那未来人跟机器的这个工作内容会重新来调配 那在这个无人化的这个工厂里面 我们不但重视生产力的提升 事实上这些人 人在制造现场的工作 他是不是能够有自尊 能够有自我实现 这个也是无人工厂所看重的 另外就是在这个无人工厂 人的这个附加价值的提升 他的教育训练也要同步的重视 除了基础的这些科技工程 还有数学的训练之外 像这个城市设计或是说人工智慧 那这些也都是基本的能力之外 需要再提升的一个这个能力的部分 另外在教育训练的部分 也应该是要服务这个 一些人类机能的增进装置 包括是穿戴式的装置也好 VR AR也好 来提升这个学习的一些效果 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教育体系 是不是也要跟着改变 是是是没错 那为什么制造业需要无人化 因为我们晓得就是制造业 其实是奠定中产阶级社会的一个基础 也养活了非常多的家庭 那如果制造业没有人了 那他对于企业老板来说 他可以提升制造良率 可以节省人工成本 那还有什么原因是 要让企业导入无人化技术 这个趋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其实对 您刚讲的没错 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 就是一个人口高龄化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缺工的一个问题 技术劳力缺工的问题 所以这个技术怎么样去传承 那无人工厂事实上就是要利用这些技术 来让人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 更人性化更安全的来从事这些工厂的工作 那当然所以说人机互动能够更安全 这个是无人工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样在一个安全的潜艇之下 那我们逐渐的往人机协同的生产 然后才能够谈到说无人化工厂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渐进的一个这个步骤 那另外就是说 工厂的系统越来越复杂 那事实上我们人的这个能力是有限 那科技在近百年来的成长是非常的迅速 所以复杂的系统 我们人怎么样在这个复杂系统里面 防止我们的失误或误判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要无人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工厂里面在大陆 很多人会抨击的就是所谓3K的一个工作环境 所以这也是让企业想要导入无人化 吸引年轻人再度进入制造业工作的一个原因吗 就是以后是不是就是没有所谓的3K的这样的就业环境 事实上机器人的引进跟导入最早也是希望说 能够让人类能够脱离这个3K的环境 3K就是所谓单调的危险的肮脏的这些环境 那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 这些高科技的半导体面板厂 前段制程已经无人化了 但是在后段还是要有很多的人去做一些装这些工作 那我想这个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无人化工厂一个需要突破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当然我们可以举一些无人工厂的一些例子 比方说日本最著名的机器人大厂 发纳科的这个机器人工厂 它就是号称可以用机器人来生产机器 那它当然还有很著名的这些工具机的控制器 制服马达 它也都是用机器人来生产 那维持它日本制造 维持它这个技术不外流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 像这个鸿海富士康的关东工厂 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有 差不多有五个在工厂 无人工厂在中国大陆这边运作 那事实上还有一些就是 像比方说像这个Dyson的这个马达的生产线 那在东南亚也是有这个无人工厂在进行马达的一个组装 这是一些例子 那除了这些例子之外 就是有哪些产业是会走在最前端的 就是您刚刚讲到说面板厂嘛 然后半导体汽车厂 那是什么原因呢 他们要体建道路无人化 那还有就是 我们讲到说鸿海要到威斯康辛州去发 投资8K的面板厂 那他们说他们要制造一万多个工作机会 这个诉求其实也符合美国选民对川普的一些政治上的期待 那如果说是无人化工厂的话 它确实会成真吗 这些就业机会是哪里来的 是 刚刚有提到这个一些高科技厂房 事实上他们都是无人化 那鸿海在美国制造的 就是说美国未来的8K的面板厂 它事实上也是一个高科技的面板厂 它在前段的一个制程里面 我想也应该是无人化为主 那至于说它要带动一万多个制造的机会 我想它这个是从上中下游一起来算的 在面板厂本身的话 我想也不会用太多的一个人力 主要就是它后段的装的部分会有比较多的 需要人能够作业的一个地方 当然在美国的话 它的人劳动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我想势必它在美国生产制造之后 会面临就是要挑战高度自动化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说它这些人力 人工成本要下降的话 势必还是要无人化 所以它这个部分可能是 它未来需要导入的一个部分 那可不可以请老师说明一下 所谓前段跟后段的差别在哪里 为什么前段提早导入的无人化 那为什么后段会需要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 对对因为无论是半导体或面板 它前段的制程都是必须要高度的捷径 它的这个捷径度要很高 而且它的这个有用到一些化学的物质 是人比较不适合去接触的 所以它在前段的这个制程 尽量就是说不要让人进到这些设备 这些无城市里面 以避免这个品质受到一些影响 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 后段目前 应该是说自动化发展的在哪里 是是 或者说后段都自动化了 那应该就是可以达到所谓 全自动化的目标了 对对 那它这个过程大概有哪些难关需要克服 是其实这些3C的产品或是说 汽车的制造 后段它因为材料的繁多 还有制程的复杂度 所以它其实用很多人来 cover这样的一些精密度的要求 或者说一些比较繁琐的一些组装 这些加工的一些程序 比方说像iPad 这个据说是有300多道人工的程序 它才能够组成 所以其实未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 这个人力高度密集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如果说要移到 回到先进国家生产 它势必是要朝向这个自动化 或无人化来发展 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 值得去投入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一些台湾的中小企业 或者说有一些中间企业 它事实上虽然不是高科技产业 但是它也有很多的这个自动化 或者是说无人化的一些需求 那这样的话 它就必须要有一个这个系统整合者 来协助他们 这些中小企业来完成 自动化或无人化 那另外还有一个 比较值得关注的 就是说有一些 这个3R的产业 就是说有一些永续啊 环保的一些产业 它事实上也是很需要自动化的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3R 就是reduce, reuse跟 recycle 那这样的一个永续的工厂 它的这个节能减碳 或者说节能省料 循环再生利用的这个部分 事实上我个人是认为说 它也是非常值得朝向这个自动化 无人化的发展 可以举个例子吗 就是像这样子的所谓永续发展的产业 它导入自动化 它可以减少 我们的废气盘放这样子的东西 还是说它的扣管能力会比较好的 其实我们可以举最著名的例子 就是Apple Apple它在这个 我们的智慧手机使用完之后 事实上它有一个回收的机制 那它就发 就是发展了一个 手机的这个拆解的机器 那它这样的话 就是说每年可能有成 就是说上千万台的这个iPhone 这个它能够回收 然后能够把它做一个自动化的拆解 然后把这些稀有的金属元素 能够回收循环再生利用 那这个其实就Apple的企业的形象来讲 或者说就地球的永续的保护来讲 这个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个工作 那 那可能帮各位观众 就是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制造业大部分 在后段的制程会养最多人 那这个大概还会有多久的时间 连后段都会被完全制造化的技术被取代 大概还有 教授可以预测一下 我们最关心的这个时间问题 事实上 在我看过一些资料里面 就是说日本的经济产业省 它有这个技术的发展的蓝图 那以他们的推估来讲的话 大概是2030年左右 那他们认为就是说有一些无人化工厂 或者说全自动的这个生产线就能够去实现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说 可能这个要 以不同产业 不同的阶段来看 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高科技产业 那可能在后段的部分 它必须要克服掉 刚刚提到的一些这个问题或瓶颈 它才能够达到无人化 那汽车的组装也好 3C产品的组装也好 它怎么样透过一个这个系统 有系统的一个整合 从软体硬体 然后到整个资讯系统都能够有效的整合 这个才能够达到一个无人化的境界 可能不是一蹴可及 而是要能够逐步的来达到这个无人化的目的 希望今天的访谈对大家有帮助 可以更加认识所谓工业四点的前瞻趋势 今天访谈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